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6月16日 再过一会儿呢 就是17日的 原本准备下班休息了 没想到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 中共最高级别叛逃者原来是他 这是看中国网站刚刚发出来的 他说美国媒体披露了 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叛逃者 已经和美国的国防部情报局合作了长达三个月 就深藏不露 说向美方透露了关于中共病毒和中共生物武器计划的消息 说引起网络精彩到底是谁 说最近有这个推特披露出来了 原来是公安部原来的副部长董经纬 他已经涉嫌了司令局叛逃案 另一位消息讲董经纬是和女儿董阳 今年二月份从香港出逃为国 你看这大事来了 我估计以后还会有很多 随着中共垮台的临近 这方面就不是什么新闻了 说日前多名推特网友发布了消息 中共史上最高级级别的叛逃者董经纬 带来了五毒所的确凿证据 让美国各界及拜登政府采信并改变了观点 原来这个改变观点在这里 难怪普京今天观点也变了 甚至传闻阿拉斯加争吵的焦点 就是强烈要求美方把董经纬叫还 原来这个布林肯应对这个杨洁篪 杨洁篪发大弄 是因为这个事 这个被拒绝以后恼羞成弄 说有关消息是否所失 仍然等待这个证实 用百度搜索这个董经纬这个名字 已经被删除了 如果删除的话 就证明这个人肯定出事了 但问题是到底是什么事 这个还难讲 说是维基资料显示 董经纬1963年10月18号出生 这个河北赵贤人 研究生学历 理学硕士 18大19大代表 第13届全国政协委员 说2006年12月14号到17年3月30号 担任河北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后来呢2018年4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政治部主任 19年当选中国法序会第八届理事会副理事 这个名字还生死我 过去好像这个没有什么深的印象 另有自媒体 说是叫驸马视频 消息说董经纬涉嫌孙力军案 他是和女儿董阳今年2月份从香港跑掉的 说是董阳就是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总裁 蒋范安的前妻 董阳持有香港护照 你看这篇文章非常详细 应该讲好像是靠点谱 2020年4月19号 那么这个中共公安部副部长 随着就是落马了 我都知道 这个事这么长时间没处理 我估计不好判 涉及到防火灭灭灭的人 郭文贵在报道当中也讲到孙力军 说孙力军很苦啊 生不如死 那肯定了 这么高级别抓进去之后 肯定是以前知道事太多了 主管海外的这个追逃 还有些艺人是都在来管 权力打着了 老婆又在澳大利亚 上一次根据习近平的命令 过来奉劝郭文贵回去 你想那时候不都有录音吗 成郭文贵 又是哥又是弟的 嘴很甜啊 没想到是来骗郭文贵的 你看这样的人 给习近平立下汗马功劳 最后一头又载进去了 可见共产党利用这些东西 都是暂时的 让你先去咬别人 咬完之后成了万人恨 然后把你一抛弃 像孟宏伟也是啊 是不是啊 那个往前追溯 王立军那不都是吗 所以没什么奇怪的啊 都是这个下场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 看中国早前报道 香港电子实验 加员工一披露 其真正落马原因 中共病毒在武汉爆发后 说四旅军啊 曾受中共重用 被派到武汉 领导疫情防治工作组件维稳 孙被派到武汉后 掌握了有关实验室病毒 以及北京隐瞒疫情 谎报数据等证据 试图将第一手材料交给在欧洲的妻子保存 日后大用 不要被澳洲情报部门 解惑了啊 那肯定待到那肯定要解惑了 解惑以后可能闯 闯大火了啊 那么这篇文章的这些信息来自于何方 这里有个截图给大家看看啊 一个是张灵的视频啊 呃 张灵当年是绝对是战士啊 民运的大佬了啊 给大家看了 这是网上的截图啊 这是呃 张灵这个截图 可能是这里的文章啊 后面还有一个 呃 小道消息 国安高官 这个董经纬叛逃 有朋友传来一条小消息 姑且听子啊 这个如属时倒是真颗大炸弹 你看这个这个有图片啊 这是韩联潮的一个 一个这个推特了啊 那么 那么韩联潮的配图 说可能有 说有两个董经纬啊 一个是 1951年出生的河北星台市委书记 另一个是63年的国安部副部长 图片应该是 河北星台市委书记啊 那到底是哪一个人啊 因为这篇文章的 呃 最前面的这个 呃 董经纬是这个人照片 那到底是不是 就很难说了 你看一看啊 我怎么看这个人照片 好像 和一个人 国安部的领导 好像 有点 相似 讲不清楚啊 因为这个董经纬这个名字 实在是 呃 人们知道的是太少了 但是不论怎么样 我相信 呃 既然美国的 这个媒体都已经披露了 不会是看空穴来风啊 另外刚才也讲到了 随着习近平政权的垮台 这就不是什么新闻啊 而且前几天你看习近平在青海湖讲了嘛 永不叛党嘛 你看最近总是讲着战争年代 呃 一会儿是刘胡兰 一会儿是 这个那个的啊 给国群的臣子们烂骨都搬出来 显示什么 对党忠诚 那就证明有人叛逃了吧 对不对 一叛逃之后就临起 连锁反应了 我估计下一步很可能 驻外使馆的人会纷纷外逃 就像那个萨达姆 令垮台之前 你看 出了多少事 说一点都不奇怪 人都是趋地避害 呃 起乡派多着呢 一看确实挺不住了 最后干脆想起 呃 三十六级走位上 是吧 赶快走吧 跑吧 是吧 你看那个 风筝演义 风筝演义 演义里边有句话 不是什么 这个军不正 还击逃国外了 现在纷纷地逃往国外了 这次热闹死了 那么今天的海外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